大家知道啊 第五人格庄园的求生者一定要破解密码机才能够离开庄园 到底密码机有什么秘密呢 我们知道庄园的游戏其实就是求生者破解密码机 打开电闸门逃离地图的游戏 可是为何求生者不能直接解锁电闸门逃出庄园 一定要完成五台密码机的破解才能再解锁电闸门呢 容格的推测这里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庄园的设计可能是个复杂的电路图 之前有粉丝投稿推测庄园的密码机位置排列起来 看上去特别像是个复杂的电路图 所以各个密码机可能是联动电闸门的开关 五个密码机破解完成后联动的电路图才能激发电闸门的开关 这时求生者解锁电闸门才能开闸门 第二个原因密码机里可能缠着电闸门的开启密码 粉丝推测电门门的密码可能求生者一开始时并不知道 他们需要在游戏中至少破解五台密码机才能收集其解锁电闸门的密码 开启闸门逃离庄园 第三个原因则可能是官方单纯设计的游戏规则 为了让监管者能有充分的时间和求生者PK 密码机是牵制四个求生者逃离状元的重要手段 这样能平衡游戏增加游戏的乐趣 否则求生者一开局就去开电闸门 那么就没有寻找密码机和监管者周旋的过程了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哦 本期线索由粉丝音艺霞 机次飞扬 牛顿PVC 三位粉丝共同提供 感谢提供线索的粉丝们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